因為美國總統歐巴馬他是超級愛吃熱狗 漢堡還有冰淇淋這一些高熱量的垃圾食物 不過他的夫人Michelle呢 剛好恰恰相反 因為他提倡的是健康飲食 現在歐巴馬一家人 他們在夏威夷度假 但是這個歐巴馬被記者是火逮到 偷吃薯條 而且還要求呢 不要告訴他的老婆大人 豪邁的大口吃下熱狗 俄國總統來訪吃的是平民漢堡 到日本出席APEC會議 也不忘要品嘗當地特色抹茶冰棒 印象中歐巴馬好像無時無刻都在吃東西 而且吃的還都是熱量超高的垃圾食品 各蜜學提倡的蔬果健康飲食格格不入 難怪吃薯條還得瞞著老婆大人 上次歐巴馬到夏威夷度假時 帶著女兒去買鮑冰 還迫不及待在店門口當場吃了起來 現在歐巴馬一家人再付夏威夷度假 記者也沒閒著 除了到沙灘上實際走訪總統度假時 體驗的海灘日光浴 記者真的有去採訪啦 而且採訪的還是歐巴馬夫婦 每到夏威夷必定光顧的浴出 採用當地新鮮蔬果和海產深受蜜學喜愛 但玉处透露 歐巴馬個人偏好牛小排 兩人顯然在吃的方面還是各有所好 就那些位魯玉涵綜合不倒